跟你说真话呢 那真话这个大臣经上说 无知也无德 不若心经上大家查念的吧 那是真的 那么在我们现前修学过真当 有知也有德 这不能不晓得 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修得重要 可是这里头最重要的 修得要跟信得相应 这就叫正法 修得跟信得相违背 写法 魔所叫的 魔也有修行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 他与信得相违背 虽然高级的 魔里头很高级的 他的修行 跟佛菩萨差不多 你要是看看那阴经 那阴会上 佛给我们讲五十种阴谋 魔王外道 他们修行的方法了 你要是看到了五体从地 你真的把他当佛看待 你看不出他的破绽 佛要是不给我们说出来 我们决定不知道 说佛最后变成魔了 你说冤不冤枉 怎么会变成魔呢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任阴经上讲的四种清净明慧 这就是标准 四种清净明慧是 杀到盈望 他们戒不戒呢 也戒 也叫你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饮酒 他也是这样叫你 那为什么会变成魔 不干净呢 这里就是一个绝对标准的 他没有做到 形式上做到了 这个意念上呢 不清净 这样就变成魔道了 正如同此地讲的 尘尼 尘尽 尘尘 他确实尘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不彻底 底下 底下并不干净 上面这一段干净 下面并不干净 所以 境界现前的时候 他烦恼 还是进行 那越是功夫深的 高的 他烦恼现出来是很微弱 我们凡夫见不到 大地菩萨才看到 阿赖也的波动 我们凡夫哪有功夫能看到 他也能现神通 他也知道过去未来 我们凡夫接触的时候 哪有不把他当作 佛菩萨 当作何神仙 来看待呢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佛 教后续 特别是 佛不在世 我们依靠谁啊 佛教给我们的四义法 这个太重要了 一法不一人 法是经典 经典 你要善舍 你一定要知道 经典 不是为我说的 是世尊当年在世 有人还向他老人家 请教提问题 他对他说的 他不是对我说的 那么对我说的 欺我的鸡 对别人说的 未必欺我的鸡 就像大夫开的乐方一样 处方 这个处方是替那个人开的 治他的病啊 不是对我开的 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经典 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开的乐方 所以你要不会吃药 你会被药 这要死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懂得 那佛 真的慈悲 对末发时期 开了一幅 一般的方子 这不是对一个人 一个人开的 这个方子是什么呢 这个方子就是 尽宗发门 禁宗发门 不是对某一个人开的 三根仆被 立顿全首 所以这个叫万灵丹 无论什么病 用这个方子 肯定有效 肯定得度 但是 妙不可言 要么有这幅方子 那就难了 太难 太难了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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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